拿非常熟悉的國泰零一臉 有可能被裁員的嗎 是啊 全世界各大航空公司都在裁員 晚上飛機很黑很暗嘛對不對 我們就要拿手電筒來照照 咦 鷹耳 不要吐在洗手台 請你吐在馬桶裡 我來遇過一個阿伯 他上完廁所出來 排泄物是噴到就是 我肩膀這麼高耶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那我問你之前你還記得 就是有某個航空的空姐 然後有一個乘客要求 就是他幫他擦屁股嗎 我遇過耶 你遇過 你真的遇過 我真的遇過啊 是非美國 然後那客人他只有一隻腳 通常這種客人 如果他上廁所需要幫忙 是不能單獨旅行的 因為他又有點比較過重 所以他需要人家幫忙 就是摻扶他去廁所 然後去廁所完之後 他就在廁所裡面按叮咚 就我說他需要幫忙 喜歡你吧 沒有沒有他真的需要幫忙 喔OK 我們一開 他還沒拉完 那你為什麼要開門啊 他叮咚啦 那你不會去敲門問他嗎 我們剛剛說 If you are ready Just let us know 所以他叮咚啦 然後他就 喔 在一下下 我還看到他 而且我進去幫他穿褲子 那你這樣講出來 你就顯得其他家的空姐 沒有沒有沒有 是我自願的 是我真的自願的 那你為什麼要自願 你是想看他 沒有他已經上飛機了 我們還能怎麼辦 客人上飛機了 你要把他開門推下去嗎 所以 也不用那麼激烈 所以這是地勤的問題嗎 或者是客人自己的問題 客人可能跟地勤說 他在飛機上面 他可以自己上廁所 可以自己吃飯 因為如果你連自己吃飯都不可以的話 那你也不能上飛機喔 他如果有身體上一些 不方便的話 那你們還會給過 那就是你的問題啊 可是 他如果說你discriminate 那你怎麼辦 如果客人說OK 你說不行 你一定要找人 因為他就會有可能有歧視的問題 他是sky chair 所以他有可能跟地勤說 他可以自己扶著這樣走 然後可以自己扶著去上廁所 因為他是美國人耶 萬一講一講 然後他們說 你在歧視我 那不就 但是問題是 那他就表示他不行啊 沒有 他從登機到位置 他其實很努力的 可是因為後面的廁所 對他來講太小 所以阿姐說他去上 商務艙大一點的 對 那你覺得 插航那個空服員就哭了 是不是因為那個人態度不好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是客人態度不好 嗯 那如果客人態度不好 你會幫他嗎 他都上飛機了 你怎麼辦 你看吧 這個人就是這樣子 這個人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 在飛機上工作 就是一個狂人 他都上飛機了 你還要他怎樣 直接拉在椅子上嗎 但是你可以警告他 你可以跟他說 我願意幫助你 但是請你對我講話放尊重 請你們對各位空姐們 講話放點尊重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從來沒有遇過 他是奴隸型 他就是個奴隸 他就是個奴隸好嗎 你說奴隸 你就是奴隸啊 我也說努力 沒有你是奴隸 你可以翻譯標準一點嗎 努力 他就是一個slave 他就是一個奴隸 反正大家記得 如果你身體是有狀況 或是你比較不方便的話 你可能要考量一下 你自己上飛機 能不能做到這些事情 如果不能的話 你可能就要找人陪你 我講一個 因為我們有時候真的時間真的很趕忙 我們收餐盒或出餐 有時候會帶一隻手的手套 我們有時候會帶手套 那種透明的手套 拿那個收的手套去拿杯子 我看到我整個翻白眼 你要幫客人倒飲料 所以一隻手會趕緊的 但是有些空姐他很忙 所以他忘記了 他就會拿到人家 每個人的餐盤的同時 拿著手套拿著杯子然後倒 或者是把垃圾拿去倒的時候 在垃圾桶裡面弄來弄去之後 就出來出餐給你 我看過是 他在那邊收垃圾的時候 客人要茶他直接手套 拿茶杯倒茶 然後客人 嗯 他沒有碰到 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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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通常不會碰到那個口啦 所以大家也不會太得心 沒有可是真的有時候太忙 你會忘記 我們有規定說 你要拿飲料或什麼東西給客人 你必須要用小盤子 然後遞給客人 但你很忙的時候 我是直接放在客人桌上 嗯 這樣就不會有問題 因為你用土手拿給客人的話 啊倒下來是誰的錯 用手拿給他倒下來是你的錯啊 對啊 所以啊 所以那個盤子 沒有盤子是要保護你 萬一倒了 燙傷客人 你又拿盤子公司可以保護你 因為我們很趕時間 我們真的很趕時間 你一個盤子可以放很多杯 嗯 那你這樣一杯這樣這樣不是比較慢嗎 沒有比較快 是嗎 欸我可以是弄六杯在盤子上 然後倒倒倒倒倒 我的service一定比你快 是我跟他飛一次我媽 我跟他飛過他應該嚇死了 他就四排比我快四排我 那是當然的啊 說傻的 然後我下飛機我說 你到底做什麼事情為什麼這麼快 因為我就幫他們決定啊 我說你要喝什麼 我說你喝六成之吧 除了比我快四排之外 還一路被打散 哈哈哈哈 我一路沒有被搭散 然後我還慢他四排 什麼東西啊 嚇壞咧 Sorry 各位 謝謝啦 你知道飛機上就有很多就是 客人又是富豪們 然後他們就很希望我啊 沒有我們在經濟艙沒有富豪 我很常在燒烏艙好不好 有一次我還被一個阿姐 這個有我有點不開心 我就覺得說我們是空服員 空服員也不高貴啊 但我的意思就是 我不喜歡被點台的感覺 我們的飛機在一般機有頭等艙 然後頭等艙有一個客人 看到你 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被老總叫上去 他叫上來就說 欸那個某某先生啊 啊就是我們飛機上 那個最漂亮的哈尼亞 欸阿尼亞你多跟那個 什麼先生聊聊天 真的假的啊 你要report啊 我沒有report啊 應該是菲律賓人 對對對 那個那個老總就是菲律賓人 菲律賓人老總 然後我覺得日本老總絕不可能這樣子 喔難講日本老總會自己發拖鞋什麼的 我知道有好像一兩個日本老總 他們自己去Hotel收拖鞋 發給客人 因為他說 欸很貼心欸 這個算貼心吧 這樣不行啦 因為我們公司沒有給拖鞋 之前沒有給拖鞋嘛 喔對對對 所以你 現在給了客人拖鞋 然後下一次飛 他就說 上次你們給我拖鞋 這一次沒有拖鞋 這什麼東西 他就是陷害另外一個老總啊 是啊 嗯 好棒喔又真反轉囉 然後叫你上去打招呼那個 然後叫你上去打招呼那個 就是我就覺得有點不舒服 我就說Hi Mr. Chen 那他要我講普通話 可是問題是 上面香香姐姐也都會講國語啊 喔對齁 對啊 喔所以那個客人應該是台灣人 不是 是國人 然後我就上去我就跟他說 Hi Mr. Chen 沒有啊 我怎麼會可能這樣說啊 我說 喔我也不知道 我在那邊有家人 喔好聰明喔 上次有個很帥的荷蘭人搭訕 我又說過 我知道啊 他說他懷孕 然後他回家立馬跟我說 你這樣很帥的荷蘭人跟我搭訕 然後在桑木昌喔 嗯 然後他就回去說 喔 I'm pregnant 對我就說我懷孕他這個臉傻眼 對 我就會讓他們不知所措 好那我們今天 講真的很多耶 今天就講得很雜 那你就不要怪我們說 今天沒有一個主題 因為今天我們就無主題的亂聊好不好 好如果你們喜歡我們頻道的話呢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遊戲頻道開了 要記得訂閱喔 遊戲頻道開 天菜小姐遊戲頻道 OK 訂閱我的頻道 兩個頻道 Follow我的IG 還有我的Facebook 大家 掰掰 페 위에個大家都知道 我們來連累 有gr蹄 我們的東西 放兩個 我們來連累 所有的部分 看一下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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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